台湾銀行在SBO超級聯賽新賽季第一站 碰上開季首戰順利開一張的蒲原建築 打焦點都放在台銀球季開打前才找來的外籍洋將 籃球浪人賈西亞究竟身手如何 一開局 蒲原用多點開花的進攻策略 戴維斯還根本不用出手 球隊就已經有五人得分 用高達7成的投籃命中率 第一節合力搶下19分 台銀這邊 賈西亞沒有讓球隊失望 第一節幾乎打滿 攻下9分 隊友40支援 也讓蒲原失血16分 兩隊三分差距進入第二節 第二節 蒲原戴維斯加入戰局 各人拿下6分 只是 蒲原卻出現過多團隊失誤 讓台銀找到反撲機會 賈西亞持續穩定貢獻 單截再獎7分 板凳隊友更是全力富航 尤其俞崇安更是百分百命中率掃進8分 讓球隊後來居上 半場打完 40比34成功翻盤 依然在戰 蒲原儘管還是想利用 團隊戰力逆轉 不過台銀利用洋將帶動本土球員的策略 似乎更加成功 賈西亞攻守牽制 讓台銀隊友得到釋放 上場球員幾乎通通得分 持順祥 李維哲 郭紹杰 俞崇安 更是全場雙位數得分 台銀三節打完 站上雙位數領先 賈西亞全場打超過37分鐘 體力不受影響 繳出全場最高的26分12籃板的 JubbleJubble 第四節 兩隊差距不見縮小 中場81比67 台銀開張大吉 韋成名教練回鍋笑納首勝 外地新聞 綜合報導 外地新聞 綜合報導